五月雪,四十个隐藏彩蛋大揭秘 电影当中你还有什么事情是不了解的呢? 有什么隐藏彩蛋是你错过的呢? 红灰影视为你一一解析 在此之前,若大家还没看完整影评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观看窝 彩蛋一,五月雪是首部在马来西亚供应的513题材电影 彩蛋二,五月雪是由导演在2017年指导的第一部短片一山延伸而来 该短片的主演为邓一玲和金马影后杨艳艳 彩蛋三,导演张吉安耗时14年采集幸存者口述 整理出14名家属的故事 彩蛋四,五月雪一开始是以14个女人扫墓的剧情展开 但是因为题材非常敏感 马来西亚许多女演员剧演 最后只能将14个女人的故事精简成三位女性的故事 彩蛋五,电影当中的半山巴旧景在槟城福罗山被双西冰廊拍摄 彩蛋六,电影当中位于双西毛诺麻风病院后山的一山 又称513乱葬岗先有108座坟墓 据悉当年埋葬了多达600具以上的尸体 多数为华人 彩蛋七,根据导演采集的资料 当年运送到乱葬岗的卡车上传出了许多哀怨 证明有很多人是在还没断气的情况下被活埋的 彩蛋八,2017年,一山有要被铲除的迹象 一名家属向龙雪华堂求助 该地县以向雪州政府申请永久保留 但还未得到批准 彩蛋九,阿英一开始在半山巴 Magistic Hotel祭拜王魂的前身就是大华戏院 彩蛋十,电影一开始的破台戏 依据了旧式戏般的演出习俗 所以是一个长镜头拍完整段戏 若是中间出现了什么差错 导演也不会重拍 彩蛋十一,电影当中出现的鸡童 是由导演张吉安饰演 彩蛋十二,导演不仅会拍戏 也会搞音乐 因此电影中的配乐是他和朋友一起编写的 导演也透露之后累积了大概三部作品以上的歌单后 会推出一个电影名声带 海蛋十三,导演表示 自己一直都在研究拿独工的信仰文化 该电影也是拿独工二部曲 导演的第三部拿独工电影正在制作中 接下来还会有拿独婆的出现 大家尽紧期待 海蛋十四,整部电影 所有提到513的话都被消音 海蛋十五,电影一开始 小阿英被同学欺负 其跟妈妈说的一些话语被消音了 内容大致上为其被马来同学欺负 海蛋十六,在513发生当天 当阿英一帮人在戏棚里扭开收音机 聆听首相发布声明时 整段声明都被消音 海蛋十七,语主阿英 与小郭的对话中有几句被消音 消音内容提及 起离婚之后,什么东西都能吃了 海蛋十八,语主角阿英在家里听的广播 实则为导演张继安的电台节目 部分内容有做消音处理 海蛋十九,戏班班主在大华戏院上演唱的曲调时 由某几个句子被消音 当中提及了官场黑暗的字眼 海蛋二十,电影做出模糊处理的旗帜 为1969年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旗帜 海蛋二十一,电影一开始 半山八旧区墙上做出模糊处理的内容为 警察职业大有前途 从速加入叉叉队 海蛋二十二,戏棚前有一句庆祝 特尔施伊拉南 也就是拿督工诞成的字眼被模糊处理 海蛋二十三,电影当中 明朝皇帝喝下特尔施伊拉南的 西胶水画面被删减 海蛋二十四,特尔施伊拉南将榴莲 丢上戏棚顶的画面被删减 海蛋二十五,从槟城到吉隆坡的巴士上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穿着马来装的女子 被模糊处理 这些女子其实都是穿着马来装的华人女子 海蛋二十六,电影当中的 特尔施伊拉南很大可能就是拿督工 有两个证据 第一,导演曾在马六甲 发现一个供奉特尔施伊拉南的拿督工 第二,特尔施伊拉南一开始 就坐在戏棚前看破台戏 海蛋二十七,戏班班主演绎的窦娃渊 揭示了元代贪官污吏,草菅人命 百姓冤屈无处申诉的历史 海蛋二十八,窦娃渊之后 被改编为六月雪 据悉,五一三事件当天 将会上演六月雪曲目 该戏曲的内容恰巧于五月雪的主题 有异曲同工之处 海蛋二十九,据悉 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 在编写电影《狼牙国王》时 动用了国家资源 甚至忽略了国事,导致属下不满 有传当时身为副首相的敦阿都拉萨 与部下密谋策划五一三事件 逼迫东姑阿都拉曼下台 海蛋三时,导演张继安 在五月雪台湾首映时邀请了复兴的人的主演汤兰花 汤兰花表示自己是历史的罪人 若是他没有拍这部电影 当年的大华戏院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海蛋三十一,电影当中提及 让中国皇帝喝下洗脚水的典故 出自马来纪念 该典故为虚构故事 主要是为了巩固马六甲王朝而撰写 海蛋三十二,导演透过编写马来纪年的 《特尔施伊拉南》以及大象作为马来人权力的象征 暗示华人不应对马来族群表示 该典故与五一三事件的主题相符 海蛋三十三,马来纪年的编写日期为 公元十六世纪初五月十三日 海蛋三十四,电影当中饰演《特尔施伊拉南》和计程车司机 是同一个演员 海蛋三十五,剧中出现的榴莲与洗脚水的故事 有一个共同之处 据悉,郑和夏夕阳曾将榴莲比喻为排泄物 而在2018年饰演《特尔施伊拉南》的计程车司机 也在试着榴莲 这与期之前要中国皇帝喝洗脚水 有一曲同工之妙 海蛋三十六,电影当中屡次出现的榴莲 象征住王者的头颅 海报中那含有血水的榴莲 就是最好的证明 海蛋三十七,女主阿英 在半山巴买拉茶祭拜拿督工时 镜头带到了当年断头的拿督工 海蛋三十八 在导演拍摄半山巴的拿督工 以及被遗弃的一众神像时 大家能留意到有一只老鼠经过镜头 其实,这个经过镜头的老鼠 并不是导演安排的 海蛋三十九,电影后期出现的挖掘机 并非导演安排 拍摄当天真的有人在施工 海蛋四十,导演选择1969年 与2018年大选后 作为电影的时空背景 恰巧对应了人民对反对党获胜的 两种极端反应 以上就是今日的所有内容 您现在对五月雪有更深层的了解了吗 立即订阅我们红灰影视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影视资讯 以及影评窝